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 国民党市议员唐慧玲17日在中天新闻深喉咙表示 韩国瑜主张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是别人不敢讲的 且在蔡英文的倒行逆施之下 韩国瑜显得有魅力 有说服力 对于克刚 唐慧玲也大赞韩国瑜 敢主张复兴古文 是有魄力的政治人物 唐慧玲说 过去竞选市长的那个令人感动的 可以侃侃而谈的韩国瑜 在这次专访中回来了 不再绑手绑脚 韩国瑜17日接受中天新闻深喉咙专访 对于台湾未来忧心忡忡 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欠缺希望 未来台湾地区领导人要把整个台湾的生命力带起来 那种力量是不得了的 立委参选人洪孟凯也认为 熟悉的韩国瑜真的回来了 侃侃而谈 充满魅力的韩国瑜 竞选市长的韩国瑜回来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